欢迎回来我是赵婷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 是最近出新书 是时候放手让你飞的作者 蔡昭伟 蔡杰霸 蔡霸你好 大家好 我是蔡杰霸 蔡杰霸其实已经有来过中广 对不对 然后有跟我们分享过很多的 跟蔡杰相处的过程 我知道您本来是工地主任 工程师 但是因为蔡杰 她当时是重度自闭 然后也有情绪的障碍 所以呢 你后来就决定说来教导她 24小时的陪伴她 很多的朋友可能透过了书籍 透过了这个访问都已经了解了 但是我知道你很特别的就是 你在每一段时间都会帮蔡杰 等于你们两个共同出一本书 对不对 对 这不是你的第一本书 那前面的书是写什么内容呢 我的第一本书是 是我自己出的 是零到九岁 蔡杰零到九岁的阶段 那第一本书是一路上约我陪你 那是从她出生然后到确诊 然后我开始当全职爸爸 然后训练 就是当全职爸爸之后的生活 然后进入到小学生年纪 对 那第二本书 就第二本书 就之后蔡杰慢慢长大 然后开始可以有沟通能力 然后我开始训练她写作 写作文 所以从第二本书开始 由蔡杰里面 她的累计 有收入在第二本书里面 那第三本书就是 就是比较 就是从高中之后 然后到准备就业 这个高中职业训练的过程 过程 所以很厉害 就是说你不仅是有出书记录 同时呢 你还有一些影片 记录她成长 你是有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你怎么会有这个经历跟时间 因为蔡杰雀三岁被诊断 是重度自闭症嘛 对不对 那当时你有没有 你怎么想到要记录呢 比如说零岁到七岁的过程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然后怎么样整理 因为我发现你的时间 其实是都是陪着蔡杰 你还有这么多的时间吗 最早期啊 其实我们 我们并不是说 天生注定就来当 身心障碍的家长 所以我们一开始 也是对孩子充满期待跟希望 刚开始是想说 朝着资优教育 天才教育的路线去发展 刚开始是这样子想的 对啊 所以我从他出生 我就开始收集相关的教材 教育的方式 是要把孩子栽培 走向资优教育这条路 这后来是确诊为自闭症 对那我就是从出生 就开始帮孩子写日记了 就是雄心壮志写日记 他只是说 我从资优教育 写到特殊教育 这样子 对啊然后 对啊然后 后来就是蔡姐 她被确诊为自闭症了 然后我就发现说 她就是跟人家没有护重关系 然后就是 就是没有模仿的意愿 你如果说没有模仿的能力 你学什么东西都很慢 他没有模仿的能力 就他也没有意愿 他不太想跟别人接触 眼神也不会接触 是不是 对就眼睛不会看人 眼睛不会看人 不会对焦 然后我后来是无意间发现说 我拍他的影片 拍下来给他看 他看到他自己 在电视荧幕的画面 他会有感觉 他会兴奋 然后我后来 就是他平常看电视 他是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看到他自己的画面 他是有感觉的 然后我后来就利用这一点 然后就大量拍摄 我在网路上有很多 他的影片的起源 就是因为我知道 蔡姐喜欢看到他自己 他会开心 所以我就大量拍摄 然后去编辑 然后就让他喜欢看 然后他就可以看到 他自己的模样 不管好的都拍下来 那他就慢慢去学习 去修正自己的行为 是是 蔡姐从这个重度自闭到现在 可以自己去演讲 我觉得您这一路上的陪伴 跟教导是很重要的 从很懵懂摸索 到变成一个专家 那同时呢 你也在很多地方来做一个 演讲跟讲座 是时候放手让你飞 就是让你 让蔡姐知道 也让自己 蔡爸就说 分享 跟大家分享说 蔡姐已经毕业 他现在呢 可以 做自己的事情了 比如说他 毕业之后 也曾经有 就是工作 也可以拿到他的第一份薪水 也可以去演讲 那但是我想 听众朋友呢 很关心这本书当中 讲到了很多的过程 比如说 蔡姐其实是有一个 情绪的困扰 对不对 他情绪的困扰 是怎么样的一个困扰 那您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自闭症通常都会有 情绪障碍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口语表达 或是词汇量不够多 他们没有办法 精准的透过口语 来宣洩他的情绪 所以他很多时候 他会有一些 就是肢体上的动作 他会破坏东西 不然就是他可能会自残 他可能会撞墙 或是在地上打滚 那这些行为是他从小时候 小时候出生之后 没多久就有这样的行为 在小时候 我们大人实在可以忍耐 但是渐渐长大之后 他这个行为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就是他们还是会透过这种方式 来寻找他的情绪 那就是没有进化 一般正常小朋友他们会进化 这个部分会慢慢消失 然后变用口语表达的嘛 对对对对 那自閉症比较糟糕 就是他们这个部分 他们没有进化到 没有把社会化到 我们一般人的标准 蔡姐一样有这样的困扰 那我训练他的方式 就是我会陪他 然后就是带他到安全的地方 然后他需要宣泄就给他宣泄 要报线给他 我会静静的在旁边等着他 看他表演完 看他表演 他需要表演给大人看嘛 他就看他表演完 表演完 然后我再来 等他气比较小之后 我再来跟他说 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慢慢去抽十多钱 但是这个 这个因为他们受限 口语表达能力 他有时候他没有办法说 当场讲出来 所以有时候是经过很多天之后 很多天之后 然后我会透过日记的书写 你讲不出来你就用写的 他愿意写 对要 就是要鼓励他写 要有奖励 你要奖励 奖励方式 然后鼓励他 他写下来那天是 到底是什么事情 因为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 及时 及时讲出来 他们的缺陷就是这样子 那我想请教您 就是说我记得你 上次也有在书上讲到 也有跟我分享过 就是他曾经有一些情绪的 这个困扰的问题 你就在旁边会等很久很久 可能两三个小时 都不做任何事情 这样子陪伴他 一般的 对啊 所以一定要全职 爸爸或全职 妈妈 一般如果说他真的去上课 可能没有办法 对不对 对 最少老金就是你要 你要有时间跟他耗啦 你如果没有 就是最怕就是没有时间跟他耗 你没有时间跟他耗 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到这个孩子啦 对啊 那他这个 他自己到底知不知道 每一次他情绪 失控的原因 他讲得出来吗 还是说 就是说到事后可能一个礼拜后或两个礼拜后 因为我想可能很多的家长很想知道说 哎我的孩子也是这样 可是我都不知道原因 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原因 还是那个原因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并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嗯 对 就是有一些 他们爆发的点 就是我们会 我们会发笔气是跟现在发生的事情有关系 对 他们比较 比较商老金是 他们爆发的点不见得是跟现在发生的事情有关系 他有时候 他会脑袋会连结到几个礼拜前的事情 几个月前的事情 然后 错综步法去连结到 他 他这一分钟还好的 跟你在那边聊天 打屁聊天还好的 下一秒钟就情绪爆发 就是他脑袋又突然连结到 他们比较商老金是这样子 错综复杂 对啊 那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他们应该也不是自己愿意这样子 是因为脑袋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 那 每次情绪爆发过后 其实 他们也会懊恼 他们 就是他们如果说有摔东西啊 破坏东西或是有关系行为 事后他们也会懊恼 他们会后来说 他们刚刚怎么会这么冲动 他们也会 但是他们控制不了 嗯 那 请教一下蔡杰爸 就是 呃 你都是怎么陪伴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就这本书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马上回来咯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很高兴呢 在这个周末生活中 为大家邀请到的蔡昭伟 蔡杰爸介绍他的这本新书 是时候放手让你飞 那这里头呢 是蔡杰哈 呃 过完了这个 其实已经过了18岁了 然后也毕业了 也出国去比赛 然后得到了很多很棒的成绩 也有打工 然后也有薪水 甚至呢 现在也可以开始演讲了 或许你会觉得一帆风顺咯 那以后蔡杰就这样咯 那事实上有的时候呢 跟我们一般人的标准是不同的啊 但是蔡杰爸呢 都用比较坚定的方式 在训练好 这个蔡杰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朋友 可以欣赏一下这本书 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好蔡杰爸 我们继续来聊 你刚刚讲说他 蔡杰情绪失控 然后也许过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他会告诉你原因 有没有可能 有些孩子 就是也许听众朋友会问啊 说我的小孩 也有情绪的问题 可是我没有办法知道 我没有办法跟他对谈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 除了写下来之外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比较了解 自闭症孩子的内心呢 要比较了解 这个就是透过长时间的陪伴 就是你陪伴的时间要够久 你才会知道说 他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如果说陪伴时间不够久 你说只要靠述程的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要他们陪伴 然后我们常常根据 他现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跟过去又产生 什么样的连结 然后找出线索 然后才发现 就很多时候 孩子表达能力讲不出来 我们大人必须要自己 去找线索 然后找相关的连结 然后可以帮孩子讲出来 然后问他对不对 如果说可能力 表达不好的人的话 就是必须透过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前理就是 你相组时间要够久 你的陪伴时间够久 你才有这样的能力 去帮助到自己的孩子 懂我懂了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真的就是陪伴 这东西是没有办法速成的 对不对 陪伴就是没办法速成 你就需要花心思去陪他 你才会了解他的 情绪当中的起起伏伏 但是要告诉大家 事出必有因 那这个原因呢 可能不是这两周发生的事 也许是他今天看到某个东西 他想到了三年前 曾经的一个经验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 这个跟孩子的对待 跟陪伴的过程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接着来谈谈 就是说蔡杰其实以前 在高中之前是念普通学校 那后来呢 其实你因为中间 有讲到一个挫折 他没有考上嘛 那没有考上一般的学校 后来就念了这个 等于是比较特殊的学校 可是一开始 您为什么会选择 他念普通学校 而到了特殊学校之后 你本来要转学 后来又决定留下来 这中间是不是 跟我们分享一下 蔡姐从小学 国中都是念普通班 然后配合资源班 对啊 因为走来都是 全班最后一名 你觉得这样有没有帮助 就是普通班加资源班 会不会让他 更认识一般的朋友 你觉得这样有帮助吗 如果再回头 你会这样选择吗 在小学低年级 中年级 同宅互动实在不错 但是到高年级 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少年 他们会觉得说 怎么欺负同学比较好玩 对 就到高年级之后 到高年级之后 蔡姐的地位在班上 就会渐渐就会比较 弱势一点 在第一年级 中年级是 还好 然后就这样一路走来 第一年级是还蛮快乐的 但年级越大 然后他跟同一台之间的关系 就会渐行渐远 然后我后来 就后来国中毕业 准备要读高中 我觉得最适合他的学校 应该是设有中和职能科的学校 中和职能科它是属于 就是小学国中都有特教班 那中和职能科属于高中 就高中职的特教班 那它是算是程度比较高的 特殊生来就读的 因为它还是需要透过比试 学科 还有素科的考试 你要通过学科跟素科 然后竞争 然后才有办法考进这样的学校 那我本来想说蔡姐是可以考上的 因为我认为 蔡姐虽然是中度自闭生 但是她还是有一点点学习能力 我以为她可以考上 但是我没有想到 居然放榜之后她没考上 她是本来中度自闭 后来你慢慢的陪伴她 然后重新的鉴定变成中度 是不是 是这样吗 对 所以她要重新建立 所以要多久鉴定一次 就每隔几年就要鉴定一次 她从出生到现在 已经鉴定到第五次了 对 那后来就她没有考到 对你来讲其实是懊恼的 她其实也懊恼 所以你不要认为自闭症的孩子 是没有感觉 她可以感受到你自己的失望 对不对 你虽然说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她知道 她其实那个时候情绪也不太好 对 因为她就是我们在考试之前 我们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准备了 在她博中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针对宿科 在家里练习 老师有给我们好几箱的教材 都让我们带回家 然后自己在家练习 然后还有学科的考卷 这个我们已经充分做一点准备 所以就已经做那么多准备 居然没有考上 所以蔡姐她当然 她自己也会懊恼 她也会有感觉 考试上这个也是蔡姐的命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 是要念私立高职 或是念普通的高职 就是普通高职跟私立高职 就是蔡姐如果说进去读 她的命运才是跟国中一样 国中一样 大家都会可能会欺负她 或说她没有朋友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可能就是跟小学 可能第一年级中年级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就她开始会最昏迷 然后更严重会被欺负 霸凌对对对 然后我后来就 我就想说高中子 应该就是她最高学历 因为她没有赌卒的能力 那既然是最高学历 那就毕业之后就是要就业 那我希望她在就业之前 最后这三年 她至少要有一段时光 是她有自信的啦 不要再当永远的最后一名人 是是 所以呢 她其实到了这个学校之后 就得了好多的奖项 也代表了这个学校参加 什么特奥融合露营活动 然后呢 也有这个同军大露营的活动 然后呢 也当选了这个小队长 还得到了国际特奥东亚 东亚区融合网球比赛双打冠军 哇 好厉害 所以有时候这个选择是很棒的 我们先休息下咯 待会儿继续聊 欢迎回来 今天邀请到蔡昭伟 蔡杰爸 是时候放手让你飞 那蔡爸其实我在线上 有看到你的演讲 然后让很多人看到都会很感动 就是热泪盈眶 你记录了蔡杰 你训练蔡杰的过程 比如说小时候 你让他去游泳 让他去骑脚踏车 让他很多很多的 然后可能中间有一些些的压力 他不愿意 但你还是在旁边陪伴他 那一路的成长 甚至在影片当中 还看到蔡杰去演讲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蔡杰去演讲 每一段 你都要让他训练50遍 要念50遍 这就是陪伴 再加上叫他 等于说加强他的记忆 对不对 那第二次演讲要练50遍 第三次演讲要练50遍 这都是一点一点扎实的上去 回到你刚刚讲到了 到了高中 其实他到了这个学校之后 事实上 特殊学校的活动很多 而且他找到他的自信 对不对 他得到了很多想象 就我当初选择特殊学校 就是想说让他有一个 有自信的环境 那不要再当有你最后一名 那在台湾的体制 就只有只剩下特殊学校 这样的环境 台湾提供派体这样的环境 所以后来我们才会选择 练特殊学校 对啊 然后就后来的发展 就是在我第一个本书 这样所记录的 就我当初也只想说 当他有个自信的地方 但是我没有想说 他进入到特殊学校 居然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奖 这个倒是让我蛮意外的 他得到这么特殊的 就是第一个奖 第二个奖的时候 他心情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你一定是开心的吗 那他呢 他好像都没有什么开不开心 对 就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就得奖啊 奖状啊 金牌啊 荣誉 这个我们一般人会兴奋啊 会跟人家分享 但是对于像蔡姐这种自闭症的孩子 他们是与世无争 他们不食人间烟火 他们对这种奖牌 奖状他们没有感觉啦 他们有感觉是 就你 你参加比赛 或是你知道什么 你直接给他一杯珍珠奶茶 他会因为这个 直接被珍珠奶茶而开心 但是他不会因为 他不会因为说奖牌 奖状这个开心 因为那个吃不到啊 是 那个没有味道啊 他们要的是要真真是有味道的 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我们 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一般的人 穿了衣服 然后我们有 做包装 其实有时候我们心情上 可能我们并不是因为 得那个奖开心 而只是说 我们是第一名而开心 就是 我们跟他们 其实是很像的 但是我们经过了多重多重的包装 因为你回到了最原始 人不就是要吃得饱 睡得好 没烦恼 对不对 那其实他后来当时 他当时没有考上这个 特殊学校的时候 他的难过 基本上也不是因为 他没有考上 那个学校而难过 是因为 蔡杰爸的心情影响到他 还有他觉得 未来是未知的难过 是不是这样 可以这样解读吗 对 应该是这样 我看到蔡杰自己有写日记 在这书上都有写 比如说他代表了国家 出国去 去比赛 对不对 那他等于第一次离家 他记录的都好有趣 他就说 今天我比了什么什么 然后呢 哇好棒哦 然后后头他记录是说 今天吃了什么 他每一个日记后头 都有写他吃了什么东西 吃了什么东西才是重点 对 然后你有记录过一个 他那个打桌球比赛 你们是用那50块的桌球拍 是不是 桌球拍 后来他其实打到了后面 有人抗议说 他的桌球拍不合格 说他就只有50块 后来你们有去借 他好像都不在意他合不合格 他只在意说 我打赢一场 爸爸说要喝可能真奶 然后打赢两场有麦当劳 打赢三场有肯德基 他是在想这个东西 对对对 他不会在意说 谁赢谁输 就可以打 然后可以互动 然后连续打 这样子 打不要输 他就很开心 他是在享受这个玩的过程 其实他就是享受玩的过程 我们一般人也应该要享受 比赛跟玩的过程 而不是比赛的成绩 那既然他这么的乐天 这么的与世无争 但蔡杰到了青春期 你会不会担心他喜欢漂亮的姐姐 然后漂亮的同学 他有没有在这方面的一个 就是你会看到他的需求 然后你是怎么样跟他对应的呢 对啊 就他们进入青春期 他跟一般政场一样 会有欣赏异性的需求与冲动 会有 对啊 然后他就会 然后我会 我会交打他说 你喜欢欣赏 欣赏看美女 就是可以看 但是你要注意 你的那个行为 不要太过怪異 你可以看 你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看 因为这种东西 如果没有 特别的交啊 自闭症 他们不会在意其他人眼光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就一直盯着你看 会看到让你觉得 很不自在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 我会训练蔡杰 就是你看到 你最后只能看你眼 然后你就看其他地方 对 你不要说 你喜欢就一直盯着人家看 除非说 这你认识的啦 你如果 你不认识的话 就要 就要 稍微客气这样子 只能看一眼 这样子有点 看两眼可以吗 他有没有说 爸爸那我两眼可以吗 为什么一定要一眼 他 他 基本上对 对爸爸说的话 都是使命比达 他 哦 好乖哦 他不会说 这样子去 举一反 他的脑袋 没有 这么灵活 是 好 爸爸说看一眼 但我的一眼是20秒 爸爸的一眼是一秒钟 好 所以你看 这个蔡杰爸对他的 非常的了解 那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 写到了是时候 放手让你飞 是你自己的一个心情 对不对 其实 你永远不可能放手 让他飞 你还是要在旁边陪伴他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有苦有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谈谈 蔡杰爸您自己的心情 马上回来 今天邀请到的是 蔡杰爸 蔡昭伟先生 他记录了这一本书 叫做 是时候放手让你飞 那其实 蔡杰爸完成了很多 看似不太可能的任务 从一开始诊断是 蔡杰是重度自闭症 到现在是中度 那他也体贴了自己的太太 所以他做24小时的全职爸爸 让蔡杰从中度的自闭症的孩子 好像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 到现在可以去演讲 也考上了烘焙证照 还有机车的驾照 也曾经去打工 我觉得很棒 就是领到了第一次的工资 你一定觉得很开心 虽然是会到户头 对不对 你都有帮他存起来 对 有没有领出来庆祝一下 有啊 就他领到编辈薪水 领到是一万七千多 那我们就领出来 当天就去买宵夜 买先出去来庆祝 他就很开心 那他有没有很大方 他有没有说 爸爸我们不要买太多 这个我要存起来 有吗 没有呢 就可以买 然后可以吃大吃大吃 他其实他就是有钱 但是金钱的多少 他们的概念也没有说 说 也没有说 非常的清楚 就 就有钱 然后就会开心这样子 很好 很好 那回到了您 就说你后来就是 其实我觉得也是为了太太的整个的情绪 然后为了家庭当中 选择让太太去工作 你做一个全职的父亲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很伟大的决定 那您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说 蔡杰其实外表看出 看的就是很正常的孩子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亲朋好友 而且你又不是 你是住在 您的地 住的地方是比较乡下吗 还是说 嘉义 嘉义县 嘉义县 那所以也很难去跟别人解释 对不对 你自己心里头呢 从这一路走来到现在 蔡杰已经等于长大了 你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心路的转折 小学的时候 应该是很尽力的帮她在 做早聊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到了她中学 高中 到了现在 你心里头有什么想法 对于自己 对于你的人生 就我 带孩子当权 算起来也应该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我 整个生命啊 我就在 在三十岁之前 是为自己而活 对 然后三十 就三十年的准备啊 就是都是为了 这个孩子 为了蔡杰这个孩子而准备的 哇 很伟大 而且其实她发挥了你的潜力 你也不知道自己 有这么大的潜力 对不对 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专家了 嗯 对 所以 那你现在时间分配是怎么样 如果说要出去演讲的话 你会带着蔡杰吗 还是你自己有不同的行程 你好像有到出国去演讲 嗯 对啊 就 我在 现在演讲就是有一些场次啊 就是老师场的跟教师场 老师场跟家长场的是由我来分享 啊 学生场的 哦 或是全 全校的 嗯 这个 就是由 就是由 由蔡杰来分享 嗯 嗯 所以蔡杰她自己演讲的时候 她自己都会操作所有的机器 然后她会跟台下的朋友互动吗 然后在下面的学生场 他们的学生的反应是怎么样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蔡杰讲的时候就是她 我在家会已经有训练她 只用简报笔来操作简报 嗯 然后这个 就是演讲的节奏啊 跟情绪表达 就 他们比较像是机器人啊 就你怎么叫 他们就怎么做 你说要到达像一般人这么有感情 他们其实也做不到了 但是我们就 就是可以尽量去训练到 到怎么做 从大动作到小动作到精细动作 那 这个都是还在训练过程 就是只要有训练 他们还是会慢慢进步 对啊 然后 那我在设计简报当中 就会有一些 一些精彩的画面啊 她以前小时候 骑读人车很棒的特技 那这些画面小朋友看到 他们都会吓一跳 因为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因为一般小朋友都做不到 所以他们看到就会有掌声啊 不然就 蔡姐在介绍一些奖项 她得到什么奖 什么奖 这个小朋友听到哇 什么奖 他们也都会 都会拍手鼓掌 那蔡姐在上面 她也会有感觉 然后她就转头 然后看着观众 然后对 就对着大家笑面 明明这样子 对啊 好棒哦 然后我后来 对然后我后来 我会提醒她说 就是别人 台下在掌声的时候 你就不要讲话 你要等那个掌声结束之后 再来讲话 这样才能把这个 接收掌握好 这个都是经过 经过很多场的练习 就是二三十场 三四十场 然后慢慢慢慢 她才能把我进化到 跟一般人这样的互动 对 那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要透过训练 跟经验的累积啊 是 所以不要 真的是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工 而且还有一个 很认真的爸爸 那其实呢 在我们家附近 就有一个餐厅啊 那这种新兴孩子 他其实也是听着指令啊 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 我去那个餐厅吃饭 他们非常的可爱 可能有一个指令 就是说 他帮你倒水之后 你要说谢谢 他才会离开 然后呢 隔壁桌的先生 没有说谢谢 他就一直站在旁边 所以老师就跟 那个隔壁桌的先生说 他帮你倒水了 你要说谢谢 然后那个隔壁桌的 那个客人就说谢谢 那那个新兴孩子才离开 所以他们其实是听指令的 但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那但是就是需要陪伴 跟很多很多的训练 在这本事时候 放手让你飞当中 就记录了 蔡杰霸 蔡昭伟跟蔡杰 这个成长的过程 今天也非常谢谢 蔡杰霸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